來 各位同學 看一下這個題目 是手寫的部分 他說 日本在1918年爆發米騷動 來自於當時日軍出兵西伯利亞及商人屯糧事件 導致這個糧價居高不下 引發了民眾大規模的流血抗爭 那為什麼1918年會有米騷動 主要就是那個時候是一次大戰末期 然後那個時候呢 歐洲缺糧 懂我意思嗎 歐洲缺糧 所以日本就把這些米拿到怎麼樣 歐洲去賣 賺取很多的外匯 那沒想到怎麼樣 這些米商跟那個什麼 應該講這些糧商他們比較壞 他們利用怎麼樣 大規模的出口 造成國內市場怎麼樣 稻米價格烘台 所以他就在囤積糧食來賺取暴利 而那個時候老百姓活不下去 就起來抗爭 這場暴動震驚的日本政府 為了讓稻米的供應量穩定 就希望增加殖民地糧食的產量 來提供日本本土市場的使用 那滿足符合日本內地稻米消費習慣 即是即永期培育新的品種 叫做蓬萊米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自從殖民地生產 廉價又好吃的蓬萊米之後 內地人大量進口台灣米 反而造成內地稻農損失 為什麼 因為內地的米還是貴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台灣米比較便宜嘛 雖然日本國內的消費者市場 消費者來說 多了一個台灣米可以選擇 那當然買那個便宜又好吃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雖然滿足大家的肚子 但是卻造成怎麼樣 本土農民失業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於是總督府 就要控制台灣稻米輸出總額 台灣的醣業是為日本帝國帶來龐大的收益 但台灣農民因為種植稻米的收入提高 所以缺乏繼續種甘蔗的意願 那蓬萊米的面積就越來越多 排擠了甘蔗的生產 這就是1920年代後期出現 框現象流來 那請問 框 這個 1920年代後 框的衝突日益嚴重 加上1929年經濟大黃 不少製糖會設倒閉 嚴重打擊台灣新式製糖業 因此 台灣各製糖諸事會者宣布 米價鼻准法 我就已經講出答案了 米價鼻准法的出現是為了幹嘛 對付米糖香客嘛 對不對 所以此即隨著米價來調整甘蔗的採收價格 讓甘蔗採收的價格高過米價 然後呢 以吸引農民繼續種甘蔗 但成效不彰 另外一方面 總督府則鼓勵農民重道 以對日本本土提供大量糧食 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 這樣的因素導致米糖競爭更加鮮明 這個框現象就是什麼 米糖香客嘛 對不對 所以1920年代框現象指的是什麼 前面題目都會直接告訴你答案 直接照抄就好 米糖香客